在你這組的配合當中是一直走下去的對嗎? 不是 還是有拆過? 拆過 就是我之前的那個組的做事合作曲都被淘汰了 真的嗎? 好,當香屁嗎? 非常好 那在講詞的時候你有什麼方面的一些機得? 沒有,我看這個曲子爆發力不錯 然後我想現在社會裡面有的感情事情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比較純真愛情 現在所謂有些男生不太負責任 對一些女生就是喜歡就把她拿過來 不喜歡就踢到一邊 然後到下次要想到她終於把她拿回來 哦,我知道,談過幾次戀愛啊 二十多次 你好啦 所以 你好 真的嗎?在哪裡? 還有女朋友 招手,快點 哦,嗨 小心一點啊 沒有,她剛才爬過來的時候她這樣一次而已 就是唯一 哦,一次啊 對 歌詞是反映現在一些女孩子後面發現被玩弄感情時 然後反映出她們的一些感受 然後我想要讓更多女孩子聽這種歌 然後知道自己現在所掌握的愛情是怎麼樣的 你今年幾歲啊? 十七歲 十七歲 哦,天啊 天啊 十七歲寫到這樣 你們兩個一樣大嗎? 不,你比她大一點 十七歲 十七歲 我們兩個老了 下台 我還年輕啊 靠衝啊 我還剪了一個頭髮 我還剪了一個頭髮 昨天都剪了嗎? 對 我都知道耶 好,那就曉得 OK 好,那你唱過這首歌的時候有什麼感想 其實唱這首歌我覺得還蠻艱難的 嗯 對,因為平時我唱歌唱可能 唱比較抒情的比較多 然後這種有一點點輕微的那個Rock的感覺在裡面 其實沒有嘗試過 對,沒有嘗試過 然後我一直最近是在考試 一直去考試 然後都沒有什麼時間跟她們練 等於到現在比賽 可能都是我自己練 我沒有和作詞 沒有跟作曲真的交流過 完全是我自己對這個歌的理解 好 所以就是我自己來說 我們三個之間其實蠻大的一個困難 是沒有 大家都沒有辦法找到時間去練這首歌 所以 每次上來其實蠻緊張的 就怕發揮錯 因為我唱歌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 要 因為她們的比賽 對,就是她們負責 所以 就怕忘詞 因為我是怕忘詞 好,不要不要不要 對 很壓力 好,那說了這麼多 接下來就交給你好不好 好 來,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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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的 那些三段新生厭倦 太多虛假的理言 徘徊在我們心間 夢醒了 一些都是畫面很疲倦 與你愛過的那些 轉眼一線的殘缺 分手畫面 我看得很厭倦 你想要的愛情已經 讓我很麻痹 我已經沒興趣 就來以後不要再說愛我 以後自己的生活 忘記以後自己也想去 我的生活 不需要有你 安靜的 那些在我的心身眼圈 那些疲憊的眼 轉眼已消失筆不見 夢醒的 夢醒的 一切都是夢幻和疲倦 我 與你愛過的一切 轉眼一線的殘缺 好 分手畫面 我已經很厭倦 你想要的愛情 你想要的愛情已經 讓我很麻痹 我已經沒興趣 走哪裏 不要再說愛我 我們已愛過 我已經很厭倦 過一個我自己的生活 忘記你靠自己也下去 我的生活 我 無需要有你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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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以為自己在心裡 從哪裡口 我 以後我 愛我 愛以後 自己的生活 忘記你靠自己下去 我的生活 夢讀有你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覺得 我覺得跟上一回比起來 我覺得可能現在 他們已經開始知道 怎麼要 讓歌手發揮他們的特色 我覺得這個歌很適合Vera 我覺得前面那些鋼琴有點少 然後那個和弦 我是覺得會很容易 可能會讓那個歌手 那個調的問題 這首歌其實是適合的 OKVera 但是我還是覺得至少第一遍 你還可以再想要怎麼這樣輕一點 輕盈一點 讓大家可以慢慢慢慢的去進入那個狀況裡面 那個詞方面 那個你要寫的整個故事 那個靈感來的地方是很好的 但是你把它發揮出來 寫成詞的時候我覺得還沒有很好 特別是 最後最後 歌曲的最後一句 OK 通常歌曲後面的詞方面 這邊就要有一個 真的要有一個punch line 就要有一個重點 你的這個重點 並沒有太大的效應 這首歌其實我覺得還蠻多 驚訝的 還蠻不錯 只是可能稍微有點短 可以可能再想 加多一個bridge 與其他給他add lip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要帶動整個feel 忽然間上到高潮 忽然間又靜下來 再給他再進覆個多邊 可能感覺會更好 然後就像利益老師剛才說過 那個arrangement的編曲的東西 那你的鋼琴 那個touch有點太硬了 所以不能加強Vera所唱的東西 反而會顯得有點 整個感覺都很兇 好 而且他歌詞又是很厭倦 可是反而又很兇 你懂嗎 那種感覺 然後可能改字你的編曲 開頭其實不用這樣濃濃的進來 提前有個很像一個很lazy的blues guitar 先進來先 慢慢build up 不用這樣快就進來了 所以你後面的起伏層次又不夠 好 下次再留意 不錯 加油 我會注重在你們合作時候的那個 感覺 因為我覺得好像剛才Beryl有說到 你們沒有什麼時間去合作 講老實話 我覺得我不喜歡聽這樣的東西 因為 如果你讓我們知道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們沒有 也許是你們沒有放那個時間去 不管你們多忙多好 既然你們已經參加這個比賽 你就花那個時間去 有機會就合作一下 坐下來一起 一起勾出那首歌還是什麼 喝茶 就算你們沒有 裝作有 因為真的 因為每個人都不想 不想知道你們 背後不好的東西 只想知道你們 目前好的東西 排前好的東西 然後在歌的方面 我其實有同意他們 他們都說的話 不過我覺得Beryl 前面真的是有點太過強了 然後前面抖音也用了很多 然後就是很多尾音的說法都是一樣 就會變成 就有點悶 因為他每一句的尾音都很相似